这个猪肚啊,在家要想做的好吃,还没有异味儿那就必须要掌握以下几招 借钱呢买了一个猪肚 加入适量的盐,白醋淀粉加少量的水 先抓洗掉表面的粘液 再翻过来把里面也洗干净 再切点青红椒和大蒜拌,留着备用 猪肚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八角料酒去下腥 焖一小时等着筷子呀能扎透就熟了 头凉以后将猪肚对半切开 再切成长条,锅里烧油下入蒜拌 炒出香味,再来点干红辣椒 倒入猪肚煸炒几下 加入生抽老抽蚝油,炒至上色 再加入一勺的水,盐鸡精13香调香味 咕咚它三分钟 再倒入青红椒给它炒至断生 最后啊,来点水淀粉勾成芡就可以出锅了 一点不撒谎,老好吃了 想学的赶紧关注我吧 明天的你也试试做吧